最新统计显示 出土文物已经接近一万三千件 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三千一百五十五件 确定三星堆祭祀坑年代 确认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意源 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格局 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三星堆之谜破解了吗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这两天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动静 大动静 比如说又出土了很多的文物 其中有的文物迅速成了网红 都上了热搜 但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断代 这一批文物究竟是什么年代的 这一次有了明确的说法 是伤晚期也就是距今三千年以上 那么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三星堆里还有什么惊喜 来今天一起关注 神似月光宝和的龟背形网格壮器 像机械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 虎头虎脑的青铜龙 还有名字与造型都十分玄妙的 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珠笔龙形器 三星堆考古继续延续着旌旗 从2020年再次启动发掘至今 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 考古发掘进入收尾阶段 最新统计显示 出土文物已经接近一万三千件 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三千一百五十五件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 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 1986年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一号坑二号坑 并相继出土了金杖黄金面罩等 珍贵文物一千七百二十件 此后时隔三十四年 2020年三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又重新启动 这一次考古人员相继发现 发掘了三号至八号六个祭祀坑 在持续了近三年的勘探发掘中 三星堆带给人们的除了一彩分成的万余建文物之外 还有不少疑问 那就是这座充满神奇色彩的三星堆 究竟起源于何处 那另外呢经过碳十四的测年 也确定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 那除了五号坑和六号坑稍晚一些以外呢 其余几个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 为距今三千二百年至三千年属于商代晚期 那这也解决了过去三十多年来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一些争议 今天新的考古成果终于确认了三星堆文物的年代 除此之外 此次发掘阶段性成果的另一大重要意义 则是证实了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意源 此前三星堆出土的不少文物 其造型独特夸张充满异域风采 例如纵目大面具 它长刀眉 鹰勾笔 眼睛呈圆柱状往前伸出 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原人形象有着巨大差异 还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旌旗代表金杖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当中 权杖大多是西亚地区的王权象征之物 种种线索的叠加 使得不少人对于三星堆一直有着一个谜团 它真的属于中华文明吗 像这边的神坛应该是这一次我们到目前为止 这个八号坑最重要的一件文物 整个形质比较特别 在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然后呢中间是一件顶着孤行针的蛇身人像 双手还支撑在一件带盖的圆垒的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下边这个垒 下边还有一个方座 它集合了古术本地因素和中原地区 以及关中西部地区的这种商文化因素和先制文化因素 这件器物呢又再一次生动的展示了 古术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重要的论断 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已进入收尾阶段 三号坑和四号坑完成现场发掘工作 五号坑和六号坑整体提取进入实验室发掘阶段 七号坑和八号坑正值发掘关键时期 尤其是面积最大的八号坑 目前满坑的青铜器已经暴露出来 而且大型青铜器密布 相信神秘的三星堆未来仍会带给我们惊奇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要特别说明一下 他是三星堆遗址挖掘专家咨询组长 全程参与对三星堆遗址挖掘计划的制定挖掘实施 然后技术路线等等提出指导意见 王教授您好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那这一轮次的三星堆的这种上星 让您最兴奋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兴奋的就是一批以前没有出土过的青铜器 既神秘 然后制作又精湛 而且表明有丰富的内涵的青铜器 被不断的发现 所以我今天看了八号坑 特别的震撼 很多家而且形体很大 而且内容有带我们深刻的去研究 所以我觉得特别令人兴奋 这次其实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家收获的信息 就是三星堆的这批文物到底是什么时代的 这次公布了是商朝晚期 也就是距今三千年以上 但是也许有的人会觉得 既然是用碳14这样的先进的科技手段的话 应该没那么复杂 为什么前几次挖掘的时候 不立即就用这个技术告诉我们就是商朝晚期的呢 其实呢 其实就去年的发掘和直播的时候呢 对四号坑进行了这个测年 那时候就是三千 距今三千二到三千 但是其他几个坑 有时候比如七八号坑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所以呢还没有 比如说你要把这标本搜集起来 然后呢测年也要有一个周期 所以呢这个这次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这几个坑的年代 是不是有年代的差别 是不是有不同的时期埋入呢 现在看来呢是同时期的 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不同时期分几次埋 还是一次性埋入 这个对于解释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为研究中国历史这种严格的话 大家会去背夏商州秦夕东汉 那夏商州自然是在秦朝统一之前了 那么好了 它在夏商州的断代工程 一直是中国考古历史当中的大工程 但是到两千年的时候 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和这种结论性的成果 那三星堆的挖掘会如何丰富 这个夏商州的断代呢 其实呢 它与其说是丰富啊 就是这次的侧年 表明三星堆这几个机子坑的年代 在距今三千二到三千左右 相当于阴虚的时期 就是商代的晚期的后半 这样的话呢 就把三星堆和中原夏商州王朝之间的年代的关系 就把它确认了 还有一个意义啊 因为大家也我想也知道 在成都有一个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呢 年代大约在三千到两千七左右 那个也是另一个古蜀文明的高潮时期 所以呢 三星堆和金沙原来认为啊 他们之间有一个年代的间隔 现在看来 他们两个是紧密衔接 甚至有可能有一点交错 就是死消彼长 三星堆衰落的时候 金沙崛起 所以这个呢 对研究古蜀文明啊 他们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是应该说很重大的一个意义 嗯 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了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在学习的时候 您专门讲了中华文明探员 那么从中华文明探员的角度来说 三星堆的整个这么长时间持续的考古发现 具有怎样的价值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呢 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之一 叫多元一体 各个地区呢 都有自己的文明起源 到早期文明 区域文明的形成 然后呢 这些相互之间相互的联系 相互的交融 最后形成了以中原王朝 为引领的这样一个格局 但是呢 各个地区的区域性的文明仍然在发展 所以呢 三星堆这样一个古蜀文明 让我们看到了 古蜀这个地区 它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 跟夏商王朝之间 发生密切的联系 然后呢 相互的交融 相互的促进 这才有了 比如说古蜀文明的发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三星堆这个面貌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 大家都很关注的 或者就是 吸引人眼球的是 它自己的特色 金面具啊 大铜人啊等等 但实际上我们冷静的一看 它这当中 比如说商王朝的青铜容器 那在这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跪着 它顶着一个 顶着一个尊 顶礼膜拜这个感觉 那这个顶着商王朝的铜器 这次有多种这种现象 所以说呢 它这个很很清楚的反映出 中原商王朝和它之间 密切的联系 以及它接受中原商王朝 强烈影响的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意义是 印证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 之前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考古的角度来说 它既是纵向的 更是横向的 比如说纵向 这个年代的确定 它是纵向的 这是三千年之前 但是一横向 作为商朝晚期去比较的话 就会想到 在中原文化的时候 那是青铜器最达到高峰的时候 四母物大方鼎 就是在那时候发现的 还有甲骨文等等等等 那回到您这个题 您刚才所谈论的 是不是就是大家关心的 多元一体的 这个一体的证据 对 是个一体的非常好的证据 而且年代我也补充 因为围绕着三鹰堆 有很多说法 有人认为它年代明明早 比夏代还早 然后你们非要 把它说得非常晚 然后说 它是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影响等等 其实有一些误解 这次非常200多个年代的标本 那都是处在这个年代 所以这个年代敲定了 然后横向 它是相当于商代晚期 而且确实 那也是一个我们中华名 青铜文明 非常发达的时期 然后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阴墟啊 包括四目大方顶啊 包括富豪墓的铜器 但是我们在这看到了 不同一商王朝的 青铜李器的 另一种青铜文明的这种 也属于大的中华名当中的 具有古蜀文明 强烈特点 又和中原商王朝的文明 具有密切联系的古蜀文明 包括它的 包含的这种信仰 然后呢 比如宇宙观 然后呢 它这个铸造 铜器的铸造的工艺 等等 而且我们可以 我这次 因为今天下午特意看了 光龙的形状 就有十多种形状 鸟的形状也有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华名是龙的传人 而且龙现在看来最早是在 可以确认的是 是在六千多年前在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 然后呢 逐渐的在中国的东北在长江下游都逐渐的发现 然后在这儿我们看到龙的这个观念 对龙的崇拜占非常重要的比重 当然还有祖先崇拜 所以确实是 以这些事实来证明 确实是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大家庭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员 那王教授开个玩笑说 这个因为三星堆的整个挖掘是这个一个很长的跨度 最早的时候大家还看到 哟 这很怪啊 跟我们过去看的不一样啊 这是不是外星人啊 现在越发证明他是地球人 而且是咱自己人 对吧 对 是 这个程度有不同的说话 甚至说跟阿凡达有联系 外星人 其实呢 他的人 因为他那个特点呢 是因为戴着面具 面具呢 他当然要夸张一些 包括那纵目 他基本的人形的特点 应该是当代 当地人的特点 小方脸 这个我们可以举说很多 包括我们周围熟人的这个例子 所以还是原意生活 但是由于他具有宗教的原始信仰的色彩 所以说他有所夸张 包括那眼睛 很大的突出 但是这次呢 我们发现几尊小的人像 眼球略微突出 就比较更接近现代 这个真实的人的形象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个无论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 制造工艺的角度 他和夏商王朝之间的关系的角度 还是本身的造型 哎呀 非常有特点 尤其是刚才也介绍了 一个像这个这个网格似的 我们原来以为可能是不是一个 这个乌龟的形象 那个上下是同的网格里边 有这个玉的一个 这个弧形的一个一个玉片 我印象好像接近60公分长 30多公分宽 我们现在而且用丝绸包裹 我们高度的关注这个玉 是不是有文字 哪怕是不是有刻画的这个符号 文文士等等 所以我觉得明天会齐齐 然后呢 在后天大后天第三天的时候 会看他背面到底有什么 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好 您已经提前把明天 大家的这种悬念又揭晓了一部分 好 一会儿还有一些问题 要请教您继续给我们解答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三星堆 35年前就已经开始 系统性挖掘的三星堆遗址 被誉为20世纪 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而从2020年3月重启的三星堆遗址 第二次勘察发掘工作 则给三星堆带来了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媒体对三星堆挖掘重要节点的直播报道 也让三星堆考古成功出圈 不但带火了文物 也让三星堆博物馆成为了网红地 假期参观人数屡创新高 我是在20年前来过夜 现在变化很大 在前面我看到综艺电视台不是在直播吗 我就来了 我是从河南专门坐飞机过来来看这个三星堆的 果然挺震撼的 很难想象这些东西是古代人做出来的 三星堆之所以能成果丰硕 挖掘工作背后 是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的参与合作 这个庞大的专家团队 让发掘保护及多学科研究等工作都取得了突破 三星堆地视区考古发掘自身 开始以来我们与前国的合作单位 在这个保护同步 合体合体预设与多学国营合 这个整体理议下 我们建设了一个现场保护体系 也构建考古发掘一个新的模式 与一些合作理议 也立正在这个保护技术方面 能够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而在新的科技支持下 也让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 迈入科技考古时代 建在玻璃方舱里的挖掘现场 布置了很多高科技 能让现场信息的收集 变得更加丰富 精确和全面 在我们的方舱顶部 大家可以看到 安装了8台400万新光级的网络摄像机 以及一台工业全景的相机 有了这些摄像机 就可以对我们整个考古过程 进行一个全记录 然后我们专家也可以通过 这样子一些系统远程实现 对我们文物的一些会证 三星堆遗址考古挖掘 还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 设置了考古实验室 可以看到文物细节的 视频显微镜 可以现场分析文物材质 含水量等信息的高光谱成像仪等 都被搬到了考古现场 好 接下来继续连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王教授 您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天比如说像今天 很多网友 是用网红的这种姿态 在关注这三星堆考古 包括我们有的其中出土的一个 大的这种文物 大家感觉像小猪配机的吹风机 都上了热搜了 现在还在呢 您怎么看待当代年轻人用轻松的这种方式 关注着考古 而且热度很高 我觉得首先 我们的国人关心考古是大好事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吸引更多的 尤其是青少年来关心 更是大好事 我们应该把这个引导成 让他们更用更多的关注 这个反映的这种精准的历史文化信息 大家自然也会关注明天 您刚才已经说了 对带有规备的 包括这个玉等等丝绸包裹的 格外关注 这也是一个热点 让您对接下来的三星考古 拥有好奇的是什么 您还好奇什么 在这块 现在可以看出有多件 以前没有出土过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 但是有的是被压着 有的是局部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看它 整体是什么形状 然后呢 包含着什么含义 我觉得 会对古属文明的研究 它的内涵 以及它包含着信息 或者是信仰 或者叫思想 应该有全新的一个阐释 所以我们期待 更新的发现 和更新的研究成果 好 大家也希望大家期待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三星堆 关注古属文明 每次有一个比较大的 热点性的这种考古 接下来可能都有 它未来的这种走向 比如说一方面 可能是跟公众接触 包括这次三星堆 马上要变成博物馆 设计的都很不错 然后可能变成当地的这种旅游 柔的这种吸引力等等 但另一方面 如何寂寞持久的 拿着这些出土的文物 进行更好的科研学术研究 板凳干做十年冷 您怎么看待后者 如何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也许人们短时间看不到 我觉得作为学者来说 你首先要潜心的研究 因为提出很多新的文物 提出了太多的新的问题 然后我们很多新的手段刚刚在参与 然后他得出的结果怎么样来解释 所以说应该说研究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 只有把它研究清楚了才能更好的阐释 所以做学者来讲 第一是要潜心研究 但同时随时把研究的成果要让民众来共享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当地人一定会对自己的祖先特别的骄傲 通过这次三星堆的挖掘 对我们古蜀文明 也就是西南地区的老祖宗 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包括制作能力 您的评价是如何 我觉得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我们原来觉得当然夏商王朝是夏商周很发达的 原来是相对来说 就是没有想到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之为中华文明的意源 也能够具有这么高超的工艺技术 和这么丰富的思想内涵 而且我们看到包括几种神术等等 这在山海经当中 这些古代文献当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没想到当时在古蜀国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可见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个是需要我们更多的认识 非常感谢您的解析 同时要说一声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